TROF教學之2020年火雞活動 2020年11月17日晚上7點維護後 2020年火雞活動開始囉 活動期間是2020年11月17日到30日 活動期間在一般副本的獎勵箱 可以打到活動箱 這次活動有7個任務 也是這支影片主要介紹的項目 開始解任務囉 任務1 在HUB對火雞工作台按1 火雞工作台在HUB廣場面向巨大雕像的右後方 有橘色圖案的建築1樓靠窗戶那一區 入口進去左轉對工作台按1完成任務 接著任務2 獲得3個活動箱 活動箱在一般冒險世界的副本獎勵箱中可隨機獲得 WIT路過路人打的獎勵箱也獲得第一個活動箱 活動期間就多刷副本開獎勵箱拿活動箱吧 獲得3個活動箱完成任務 WIT後面會介紹活動箱可以開到什麼 任務3 製作活動DELF傳送門 任務1的活動工作台開啟的第一個製作項目 任務2收集的活動箱剛好可以製作 製作後完成任務 任務4 對活動DELF王房頭頂指射金探號的NPC按1 WIT直接在Hub外面放置傳送門 發現開啟的DELF層數 WIT一個人沒辦法挑戰 WIT就拆掉傳送門換最低PR的職業來放置 115層變成65層 這個層數WIT可以單刷 切換成槍手來挑戰活動DELF 挑戰座的DELF傳送門 座騎與翅膀只能使用DELF的 記得換座騎與翅膀 這樣才有東西騎與滑翔 活動DELF第一層的條件是打特定的王 就是這隻胖胖的蜜蜂 擊殺後完成這一層的條件 直接挑到王房囉 啟動王房祭壇 出現的是活動的火雞 層數很低 火雞王很好打 如果有朋友一起玩的話 不用向WIT刻意開D層數來打喔 對頭頂有紫色驚嘆號的NPC按E完成任務 WIT建議刷到63個活動箱 再來打活動DELF 3個做活動DELF門 其他60個可以換這邊的配方 任務5 學習任務4的獎勵配方 按L0獎勵 按B開背包 點配方學習 完成任務 任務6 製作Slide Slider軌道車 在Hub的活動工作台製作 在任務3製作的活動DELF傳送門旁邊 素材的火雞可以在活動箱或DELF獲得 再複習一次 活動箱在一般副本的獎勵箱有機會獲得 WIT試著開活動箱看有沒有火雞 活動箱開到的物品會放在影片說明 WIT運氣不好沒開到素材火雞 偷吃步到拍賣場直接用買的 一支75K圓金貴 製作Slide Slider軌道車完成任務 花了150K完成任務 任務7 裝備Slide Slider軌道車後按X 按C選軌道車裝備Slide Slider按ESC按X完成任務 搭乘軌道車狀態下角色會跳舞喔 2020年火雞活動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歡迎留言 喜歡我的影片請記得訂閱加分享喔 我是WIT下支影片見